就在教室角落 老师很粗鲁的 单手拉起孩童 接着拍打小朋友的腿 再抱到座位区 同一间教室 还有幼童 嚎啕大哭 被老师塞奶嘴 疑似力道过大 孩子的头往后仰 家长还控诉 因为孩子哭个不停 被惩罚关进小教室 另外一名老师 当没这回事 这让孩子的爸妈气炸了 脾气暴躁乱丢东西 半夜睡到一半会哭 以前是到门口才开始哭 现在是从我家一起床 听说上课两个字开始哭 快两岁的男童 九月底被捕有淤青小抓伤 家长原本还相信老师所说 孩子玩耍壮盗 但淤青不断 到脱音中心要求看监视器 才发现其他孩子也被不当对待 另外一个家长是 小朋友在哭 可能老师为了不让他哭 他头下脚上 然后一直摇晃 一直摇晃 我的小朋友 老师一过去 直接捏鼻子脸颊 大力这样拉扯 家长通报社会局 调查发现 九月底到十月下旬 两名托育人员 对七名幼儿 有头下脚上抱着 也有甩巴掌或捏脸颊 两位老师都很年轻 职业未满半年 虐童各罚十二万 也遭解雇 好像我把我小朋友 推向地狱的感觉 你不能把你们院方的责任 一直往老师推 推是他们的个人行为 高雄这间托音中心 没妥善照顾幼童 发现孩子受虐 也未通报 又在违法楼层 设置游戏空间 贝勒令十一月一号起 停办三个月 有家长缴了报名费 孩子还没入学 赶紧来退费 受虐孩子的家长 当初就是看这一间私托 环境好 才把小孩送来 孩子被蚊子叮 老师帮忙擦药 或裤子弄湿有更换 都写在联络部上高知家长 看似细心 但监视器拍下的所作所为 却不是这么回事 TVBS新闻赵丽 黄晓琪高速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